这结满雷雷果实的梨树就是晚秋黄梨 它适应性广抗病力强树体可以连年封产结果 基本没有大小年现象 那么怎样种植才能够充分发挥 晚秋黄梨 晚秋黄梨的品质和产量优势呢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 这些农民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约农广天地 梨树呢是我国种植最为广泛的果树之一 目前栽培的梨树品种有很多 选择一个好的品种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 我们今天要说的晚秋黄梨呢 就是一个优质高产的晚熟梨品种 它成熟时间比其他的梨要晚 生长期长品质好 产量也更高 当然这么好的品种 也需要科学的栽培管理了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晚秋黄梨的栽培技术 在指晚秋黄梨的时间已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为好 我们可以从市场上或苗卜地中选购苗目 由于晚秋黄梨有树冠小一成花的特性 所以在生产中可采取秘植栽培 一般行距为三米 株距为两米 并且以南北成行为好 这样可充分利用光照 栽植坑的直径与深度在五十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坑挖好后湿入底肥 一般每学湿腐熟的粪肥十五千克 就可以进行定植了 由于咱们前面讲过 晚秋黄梨有自花兽粉结实的特性 所以在定植的时候 一般不需要再特意配置兽粉树 所谓幼树管理是指从幼树栽植后到进入结果期这段时间的管理 培育树形是幼树期管理的重要任务 拍摄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衡水农业局果树专家郭俊青老师 在郭老师那儿我们了解到适合秘植的晚秋黄梨也要采用适合秘植的树形才行 一般可采用小关疏散三层形和仿垂形 农民朋友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仿垂形树高2.5至3米 中杆强壮直立 杆高60至80厘米 没有侧枝 不分层 直接在中杆上均匀浊升8至10个主织 下大上小 主织与中心杆角度为70度至90度 仿垂形树形特点是修剪简单容易 右竖期修剪量小 结果早 适于密质 缺点是通风透光性稍差 植株寿命较短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片果园是仿垂形树形 我们就以它为例来介绍一下晚秋黄梨仿垂形树形的培育过程 幼苗定直后 要及时进行定干 定干高度大约在60至80厘米之间就可以了 注意 在定干的时候 剪口以下要保留5至6个饱满芽 这样可以确保萌发足够数量的新烧 供整形修剪时选用 定干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及时对剪口涂抹油漆 这样可以防止幼苗风干湿水 晚秋黄梨定直后的第一年春季 定干剪口下的芽 以萌发成枝条 我们把最上端定干剪口处萌发的枝条作为中心干培养 在从主干上萌发的枝条中选留4个不同方向的枝条做主织 并对中心干距剪口70厘米处进行短节 对于其他枝条要进行剪除 到了第二年春季 从晚秋黄梨的中心干上萌发的枝条中 选留2至3个生长健壮 与第一年保留主织角度错开的枝条 继续培养第6至7个主织 最上端剪口处萌发的枝条 则继续作为中心干培养 此时不再对各级主织进行短节以培养侧织 而是采用拉枝长放的方法 直接培养结果枝组 在主织上要每隔15至20厘米 保留一个结果枝或结果枝组 结果枝组也称为枝组或单位枝 是着生在骨干枝或浮养枝上 由两个以上结果枝和营养枝组成的生长结果基本单位 一般到夏末秋初时对右树组织进行拉枝 拉枝角度为70至90度 等到第三年的春季 我们再从第二年中心干短节部位向上70厘米以内 选留两至三个角度错落的枝条做第八至十个主织 当主织长到50至60厘米时 继续进行拉枝处理 培养小型结果枝组 此时如果织织配备合理 则对主干进行长放 反之就要继续进行短节以配备合理织织 这样第三年春季修剪完成之后 一颗高2.5至3米 织织8至10个 角度70至90度的仿锤形 晚秋黄梨树形就基本成型了 晚秋黄梨的幼树期一般为三年 在这个期间除了要培育好合理的树形 我们还需要注意防治牙虫 保护幼树 另外做好适时的追肥 以保证树体快速的生长 加快树冠的形成 为风产打下基础 在晚秋黄梨的幼树时期 容易受到牙虫的侵袭 农民朋友多数在发现牙虫后 才采取防治措施 殊不知已为时已晚 对于牙虫 我们要在四月上旬 花牙萌动到开展后 牙虫的月冬卵集中孵化期 此时用10%比虫磷可施性粉剂 1500至2000倍叶 加1.8%阿维菌素乳油 3000至4000倍叶 喷雾防治 每隔7天一次 连续喷湿2至3次即可 为促进幼树生长 加快树冠形成 在指当年6-7月 分别追施 蛋林甲比例为 15比15比15 复合肥一次 一般每棵树 每次施尿素 0.25千克 每次施肥 最好选择不同的位置 第二年 第三年 分别在开花前3月份 和秋季9月份 为幼树 施蛋林甲比例 为15比15比15 复合肥 每次每棵 0.4至0.5千克 其他的日常管理 与第一年一样 这里就不多说了 春季萌芽期 是树体恢复生机的时候 到了3月份 晚秋黄梨枝条上的萌芽 已经清晰可见 这时候我们要对果树 进行输芽 具体操作的时候 要输除那些瘦弱 过密和被病虫危害的花芽 每个结果之组 留1至2个 最饱满芽就可以了 在花芽蒙动之前 要对果园进行一次打药 通常使用3至5波美度的 石流合剂进行喷雾 可以减少离黑心病 腐烂病 牙虫等病虫害的发生 4月上旬 梨园内开出洁白淡雅的梨花 在和暖的春光下 如雪如玉 一朵朵 一簇簇 让人赏心悦目 这许多美丽的梨花 虽然美不胜收 可对于梨树来说 却消耗了太多的营养 所以对于果农来说 还有一项要完成的管理工作 那就是 书花 为晚秋黄梨梳花时 每隔20至30厘米留一个花絮 其余全部梳除 注意不要伤到枝叶 轻轻将花朵摘下即可 另外 为了更好地提高花果质量 在梳花后的两天内 我们还要对晚秋黄梨 喷湿一次0.3%的彭沙溶液 花期喷湿蓬菲 可以提高晚秋黄梨的作果率 当果粽和产量 并能改善国品品质 喷湿时间应当选择在上午10点前 或下午4点后喷湿 梨木湿是晚秋黄梨 比较常见的虫害之一 它们刺吸梨树的芽 叶 嫩烧枝叶 影响其生长 通常在4月底5月初前后 是第一代若虫集中孵化期 这也是进行防治的关键时期 我们要根据虫情调查情况 如果发现若虫 及时喷药 可用25%绣情举止乳油5000倍液 或10%比虫灵可施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 或3.2%阿维菌素乳油5000至8000倍液进行全员喷药 一般每隔7天喷湿一次 连续两至三次就可以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输果一般在落花后两周左右 晚秋黄梨的幼果开始明显膨大时 我们要及时进行输果 输果时 要输出畸形果 并虫果 留好果 输出小果 留大果 在遵循以上要求的同时 还要以强之多流果 弱之少流果 数官上部外围多流果 数官下部内堂少流果为原则 一般每个结果之组留一至两个果实 另外输果应采用输果茧 不要用手拉拽 以免弄伤之夜 要想果实长得好 狠心输果不可少 输果是保证树体合理负载 提高果品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说 晚秋黄梨的初果树 每颗留果200个左右 剩果树每颗留果300个左右 果农朋友们在输果时可不要心软 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操作 有舍才有得 好了我们来继续 接着看下面的工作 给晚秋黄梨输完果 我们要再对全员 喷尸一次杀虫杀菌的混合药剂 主要是预防伦文病 及牙虫等病虫害的发生 杀菌剂通常选用 70%甲肌硫菌磷可施性粉剂800倍叶 或80%带森猛心可施性粉剂800倍叶 搭配使用的杀虫剂可选用 10%比虫磷乳油3000倍叶 或25%灭诱尿悬浮剂1500至2000倍叶 喷药时要喷匀喷泉 注意梨树果面也要喷湿均匀 为下一步套袋工作做准备 河北冀州地区晚秋黄梨套袋 大约在5月中下旬开始 10天左右结束 套袋时可选用纸袋或塑料薄膜袋 这里我们选用的是 规格为30厘米乘以15厘米的塑料袋 套袋时注意不要碰伤梨果 套袋后扎紧袋口 到了夏季万秋黄梨会蒙发许多新生枝条 这些枝条长势强或与果实争夺养分 并且容易影响光照 应及时进行修剪 修剪时主要是减除土长枝 背上枝和内膛枝 这次修剪可控制树式过往生长 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减少不必要的营养消耗 要想使晚秋黄梨各大品质好 在果实棚大期就要及时对果树进行追肥 追肥时间一般在六月底进行 出果树每颗幼树施15比15比15 总有效含量大于等于45%的 淡磷甲复合肥300至500克 剩果树每颗1000至1500克 这次追肥可以有效的促进果实膨大 此外在六至七月份这个时间段内 还要服以液面喷肥 液面喷肥可使养分通过叶片 迅速吸收进入植物体内 及时供给果实生长 可使用0.3%至0.5%磷酸二氢钾液面喷湿 还可以再加湿0.3%的尿素 每隔15天喷湿一次 一般喷湿三至四次即可 在晚秋黄梨果实膨大期 我们需要注意防止梨小石心虫 梨小石心虫是梨树常见的一种害虫 以幼虫钻入果实内部进行啃食 并排出大量虫分污染果实 受害果实常会发生腐烂落果现象 梨小石心虫在河北省衡水地区 一年可发生四代 第一二代多在桃和苹果上危害新烧 第三四代则转移到梨树上危害果实 有些果农以为对梨套了袋不会受到危害 后期便疏于管理 但殊不知梨小石心虫的第三代成虫在果袋上产卵时 有可能损坏果袋 卵孵化后就会趁机钻入果实内危害 所以应及时对梨小石心虫进行防治 一般进入六月份以后 可用幼捕器监测成虫的发生情况 当幼捕器上捕到的成虫 每日达到一百五十头以上时 即进入成虫高峰期 两至三天后是产卵高峰期和幼虫孵化初期 此时喷药效果最好 可用2.5%绣晴菊脂乳油 配成2500倍液 或1.8%阿维菌素乳油 配成3000至4000倍液进行喷雾 可有效防治成虫和尚未钻入果内的幼虫 一般到了八月中旬前后 晚秋黄梨的梨果个头 已经基本长成 而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下旬这段时期 就是晚秋黄梨提升果实品质的重要时期了 相对于其他枣熟品种 八九月份已经开始采摘 这个时候 晚秋黄梨还在不断的生长 不断积累果实的营养物质 这也是晚秋黄梨口感好的秘密所在 针对晚秋黄梨的这一特点 在八月中旬前后 我们还要再进行一次施肥 这次施肥与之前果实膨大期使用的肥料有所不同 前面是以蛋肥为主 主要为了促进果实膨大 而这次则是以磷甲肥为主 主要是为了提高果实品质 出果数每颗施尿素五十克 固磷酸钙二百克 硫酸钙七十五克 胜果数每颗施尿素一百克 固磷酸钙三百克 硫酸钙一百克即可 除了根部追肥之外 我们还要再进行一定量的页面喷肥 喷肥的种类和用量与果实膨大期基本相似 一般喷湿两次即可 每年的今秋十月 大部分品种的梨早已经采收完成上市销售了 但是这个时候晚秋黄梨才开始陆续的成熟 错开了收获的时间 避免了与其他水果扎堆上市 采收很简单 但是果实采收之后的一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一起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农民朋友在采收时选择天气晴朗 气温较低的上午或傍晚时进行 采果的时候注意要清摘清放 保护好果面和保留好果饼 这样可以提高果品的等级 在采收完成之后 下一步工作就是进行秋湿积肥 一般出果树每亩失入有机肥三千千克左右 剩果树每亩失入有机肥五千千克左右 这样可以补充树体的营养消耗 为果树月冬与来年封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施肥的时间一定不能过晚 通常在采收后至落叶前进行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施肥呢 下面咱们再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这个为什么是在这个采加呢 因为这个采加底纹比较高 同时呢它这个耿系 它有一个发梗的一个高峰 那么咱们在这个采加上行废区以后 差大的耿系它比较容易愈合 同时呢它这个愈合以后 发梗量也比较大 这个随着采加的推移呢 它这个发梗量就住价的就少 那个采费采加越弯 那么发梗的量它就越少 那么发梗量越多 你那个根系越发大 那么吸收采费的能力就越强 吸收采费的能力越强 你那树呢就越嫁壮 它这个解割能力就越强 所以说这个求食肥呢 这个采加不要错过 要拿着这个正确的采加来赏费 晚秋黄梨施完肥后 还要对果园喷一次药 这次喷药也称为风源药 主要是针对树体上残留的 梨木施、石心虫、黑心病等 虫源病源进行防治 可以使用浓度为五波美度的石流合剂 进行喷雾 为保持树形 维持合理树体结构 健壮树式 一般在梨树落叶后 进入休眠期 至来年萌芽前 进行冬季修剪 输除部分枝条 改善树冠内部通风透光性 同时进一步改善树体结构 保证来年的产量 在晚秋黄梨落叶后到萌芽前 要刮除梨树主干和主枝上的老俏皮 消灭 消灭潜藏在树皮缝中的病原菌和虫卵 刮下的树皮要集中处理 最后 在刮皮处涂抹百分之四十 辅美生可施性粉剂五十倍叶 可以预防伤口发生腐烂病 在整个梨园修剪完毕后 我们要及时进行清源 清扫果园落叶和杂物 清除修剪时剪下来的枝条 集中处理 这样可以有效减少病虫害的滋生 晚秋黄梨品质好产量高 上市时间晚耐注存耐运输 农民朋友们在种植时 除了要掌握科学的栽培管理技术 还要了解当地的市场航性 争取获得更好的经济效应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要查询 那么更多的信息 请您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